好 那麼這個惠珠 你說常年都去找一位命理師算流年 對 其實我覺得流年 就是一個趨吉避凶 因為他會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不要做 比如說他像今年我農曆七月開始 他說我可能有車禍的危險 所以我就打算七月 我整個月都不要開車 就類似這樣 就如果 你以為你不開車 坐別人的車就不會 對 其實有時候 如果是命中住院 大概也很難避免 不過就是我大概都會 去算一下流年 然後知道說今年大概有什麼事情 我可以去吉避凶一下 那一年 二零一七年 其實那一年我也算了流年 可是命理老師跟我說 他沒有告訴我說我會出車禍 像其實我在 在前之前 他有一年的過年 他告訴我說我不要出國 出國我腳會受傷 我不聽就我出去 我真的腳就受傷 你腳怎麼受傷 就滑雪 就是摔斷右腳 那你是故意挑戰他 不是 所以我先生說你很奇怪 你看你給我收了紅包 然後我回來又沒怎樣 退錢 那你到底想怎樣 我先生說你很奇怪 你就是要去算 然後他算明老師跟你講 你又不聽 基本上我也是有點鐵齒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是 那一年我就去找老師說 老師你都幫我算了 為什麼你都沒有 我就去挑戰他的權威 我說為什麼你沒有算到 我今年會出車禍 後來他就再把我的命排一下 他說他就跟我道歉說 他真的是沒有算到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車禍 不是來自於我本身的 我本身的本命 他說我是要幫人家擋災的 他說我是幫我女兒擋災 他說如果我沒有出這個車禍 我這個女兒不管在全世界哪裡 都會小命不保 對 然後他就說 這是他的說法 然後可是因為 可是真的我這個 我其實會發生這兩車禍 也真的是因為我女兒 因為當時我是跟我一個朋友 要去韓國 我們本來只有四天的行程 那因為你知道嗎 年輕女孩都哈韓 我女兒一聽到我要去韓國 就說他也要去 而且他還跟我說 媽媽韓國四天覺得不夠 我們一定要再多延兩天 就到六天 所以我因為 我本來是因為三月一號要回來的 因為他去了 我變成三月三號回來 那三月三號回來的時候 剛好就碰到這個這個司機 那所以我女兒也在車上 這個是從韓國回來 對 當時我女兒他只有腳輕傷 就他坐在我的那個右邊 他肯同右後座 對 他在右後座 那我是在那個左後座 那就是 而且我的只有一隻手受傷 然後按照老師的說法是說 他說其實他們就會說 在我們莊家站上在喬說 這個莊家裡面 哪一個人可以出來擋災 這個人擋災 就是他的八字比較硬 可以擋災之後 而不至於再受到重大傷害 所以事實上我出 我出了車 我在醫院裡頭 那個醫院的護士 都以為我是騎摩托車受傷 因為在高速公路上重大車禍 然後又高速一百二十公里 其實真的很少 只有看到一隻 只有一隻手受傷 而且那時候 那時候我可能剛好 我覺得就是我可能 我不應該說不要吸安全帶 但是我確實是因為當時 沒有吸安全帶 所以我在第一個時間 就談到右邊去了 如果那時候我是吸安全帶 我可能的下場有可能會跟 是那個邵小玲一樣 就是說因為你安全帶被固定 那我整個車門有整個火 有可能手就不見 或是頭不見或是怎樣 老實講這是非常嚴重的車禍 如果你仔細看車子受損的程度 連門都不見 對 旁邊都不見 老實講你如果依然坐在這裡 對 非死即重傷 對 而且他你知道嗎 他車子轉了一百八十度 他沒有翻車 他如果翻車我也很慘 對 所以就是很多的 其實很多的巧合 你說你摔到旁邊去 摔到哪裡去 我摔到我右邊去 就是說他 我女兒坐在右邊 我坐在左邊 他就是他可能一撞擊的時候 我整個人彈到右邊去 所以我只是骨折 我沒有說 沒有一些 可能被甩出去 或是怎麼樣 那司機呢 司機也是輕傷 因為司機 司機才輕傷 司機輕傷 對 所以你說說這樣這趟車禍裡頭 司機輕傷 我女兒輕傷 我手臂 一隻手臂受傷 然後有一個工人 變成植物人 那什麼車 這個是那個韓國牌子的 一個休旅車 是是 聽說你還溺水 對 其實我為什麼剛剛講說 要不要久 其實當時我當時在大山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百砂灣 其實我不太會游泳 那有個男生在岸邊教我游泳 然後因為其實我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你如果不會游泳 在海邊玩水其實是滿危險的 然後那時候剛好 因為那個浪這樣子來來去去 結果我就突然有個地方 就踩不到 踩不到那個腳 踩不到 我們兩個都踩不到 然後那個男的 竟然就把我放手了 我就飄出去了 然後我飄出去 我當然第一時間 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不會游泳 但是我其實在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曾經告訴我說 其實你只要放輕鬆 把頭先放在那個水面上 你人就有浮力 就會浮起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想要這個 所以我就這樣子做 第一個盡量不要慌 第二個那個肚子要吸氣 對 讓你的肚子脹起來 這樣浮力會比較大 對 我就真的浮起來 那當然我浮起來 我還是想要掙扎 我就一喊救命 結果一喊救命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沈下去 所以我就想說 真的不能慌張 然後我就浮在海面上 等人家來救我 然後我剛剛想說 那個男生把我放手的時候 他真的 他有去找人來救我 結果他跟人家說 要來救我的時候 那個人說沒有啊 你看他還在 其實我是扶著 但是你知道 我在那邊已經十五分鐘 而且那時候已經就退潮 我都想說我可能就要死了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 我真的在唆棄 我覺得明天的報紙 就會寫一個女大聲 溺斃 白煞彎 然後我就想要說 我的父母養我二十三歲 然後我都還沒報答 我就要死了 所以那時候 我其實真的很難過 我就覺得我對不起 你死前有幫我想那麼多 因為我浮在海面上 你寫到標題 對 所以我天生刺激的意義 然後我就想說 而且你知道好好笑 那天那個男的找我去海邊的時候 我跟他說最近沙倫 因為我念單槍大學 那我說最近 本來應該是要去沙倫海水浴場 我說最近沙倫長延遺執人 我們去百沙灣好了 結果我就到那邊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那邊 真的想了很多 而且我覺得我真的對不起我父母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什麼叫優先順序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的感情 糾結在兩個男生當中 我完全沒想到這件事情 我只想要說 我對不起我父母我要死了 然後我就很難過 結果後來就是我在 就我在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沒有吃到水 其實還是蠻悠閒 我只是在那邊等待救援 只是看著自己越飄越遠 因為我也沒有能力游回去 後來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來救我 你知道所以來救人 是不是都要先把那個被溺水的人 那個打昏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本來沒有吃水 結果那個人過來的時候 就要把我打昏 然後要把我頭壓下去 那你想看嘛 我已經很絕望 那突然已經有一個人來救我 就等到有抱到伏木了 我當然是很開心對不對 然後可是他要把我這樣 讓我去吃水 我就奮力地掙扎跟他拚了 結果那個人真的 我們兩個就在海面上打鬥起來 因為他可能就是想要說讓我昏倒 他可以把我拖回去 但是後來其實就像你說的 其實救人不但有法律的問題 還有可能自己會送上生命 那時候他真的可能差點要被害死 就剛好因為我說那個男生 他去求救 他除了帶這個人 就除了這個 這個有點像是很會游泳的人 來救我之外 有另外一個人就滑了橡皮艇 帶了游泳圈過來 所以等於說在我們兩個在打鬥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要把我壓下去 我就掙扎 然後那個時候的時候 就是我後來就是 我上了那個救生艇 就有那個救生艇 然後那個男的就可能就 扶了那個救生圈 我們兩個就一回去 一回去到路上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還要去跑去跟那個人說 謝謝他救我 他說你知道你差點把我害死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在海面上一直在掙扎 你沒有說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人家救你耶 我們糾結另外兩個 好 那慧珠這個溺水 被救是大學三年級的事情 不過剛剛他講的一些事情 我認為觀念是錯的 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他來救你啊 他要救你 並不是要把你打昏 因為我們在海裡面 在水裡面 沒有辦法把人打昏的 打打看 他就是 他一直壓我的頭 壓到海 壓到海裡是讓你吃水 溺水耶 他是 他是溺到差不多昏可以嗎 不是 什麼叫差不多昏 不知道 因為我從沒放過水 這樣喔 要救人呢 因為你去這個要救他 會被他纏住 所以你自己會溺斃 因為他認為你是糊木 對 我就是 你會緊緊把他抓住 他就沒有辦法游泳了 那把你打昏在水中 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救人呢 真正厲害的救生員是 游到附近以後 再丟救生圈給他 人是不要碰到的 但他沒有救生圈 是 他沒有救生圈 他就必須要趕快去找一隻 棍子什麼的衣服 讓你拉著就好 絕對不能接觸你 這樣子 不然他真的會死掉的 對 因為那是我在絕望中 看到他來 我真的是奮力的 就是要把他抓住這樣 他就沒有辦法游泳 他不是 不只沒有辦法救你 他連游泳都沒辦法 你把他抱捲捲的 不要下水救人就對了 不是不要下水 下水可以 他不要碰到人 那如果你真的是 沒有準備 那你要趕快找 找看有沒有 不要說衣服或褲子 或者是樹枝 然後叫他拉著 然後你這樣把他游泳 拉上來 OK 那不然就是有準備的人 救生員都會準備一個 一個那個桶子 然後綁一條繩子 又到附近丟給他 叫他拉那個福桶 然後你在游泳把他拉回來 是喔 對 對 所以那個其實他滿危險 你們兩個人 真的 其實 可能在另外一個世界結婚 你現在可以幫我尋找 救命恩人嗎 因為其實我上來的時候 已經嚇壞了 也忘了問他叫什麼名字 真的 對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因為那是 大三是幾年前 幾年前 你就要問我年紀 不然這樣 這樣怎麼尋 不要知道怎麼尋 幾年前 這集好難喔 對不對 那個人也說 對 那一年我有救一個人 而且這在哪裡 那是發生在哪裡 應該是 我跟你講我一九八年畢業的 所以應該是一九八七年 對 解嚴那一年 對不對 然後在哪裡 在白沙灣 白沙灣 對 幾點鐘 應該是下午 幾點鐘我忘了 幾個下午 那個人是個年輕人嗎 一定是 是個年輕人 感覺他好像海軍陸戰隊的 個子比我還小 小 那你還小 對 巡人 白沙灣一九八七年 救了張慧珠 他根本不曉得我叫什麼名字 救了一個女 很漂亮的女生大學生 我們現在社會都變這樣 好 那除了 而且你溺水被救那一天 是嚴媽祖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其實不是很迷信 但是我在生命中 很多都跟我這些有關係 每天每年就算流年 但是那個就我跟你說 是屈即避凶 那那一天其實我爸爸 他們有宗教信仰 那他其實就是我們那個 家裡的公媽 要有一個主神 他就是要迎媽祖進來 就剛好那一天 那之前我就想 我去大學 我跟他說 我還跟我爸說 不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家才三十瓶 你在那個家裡的客廳 擺了一個大的那個神明桌 我說這樣很醜 這個不好看 我還是持反對意見 但是後來我爸他們還是會贏我 結果後來我就在我們家 贏媽祖那一天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我在想說 到底我的命是媽祖救的呢 還是媽祖要懲罰我 媽祖救人 對 那你在更小的時候 也被公車撞過 對 我才發現我的命運多 多喘 對 尋公車司機 其實我那一次 我是因為我就是 很開心 我阿姨要來我們家 我就很開心 急著要回去告訴我妹妹說 我阿姨要來了 然後我就是從那個 一下公車 我從公車的車頭衝過去 那那時候當然沒有看到後面車 所以我一衝的時候 剛好就一路摩托車 就這樣砰 就撞到了 然後當時我就是不行 等於說也沒有 我忘了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很記得 後來是這一個造勢者 把我送到醫院去 然後我醒的時候我就發現 我就看到我爸媽在吵架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來醫院的時候 是謝謝這個司機 撞我的人 送我到那個醫院 可是我媽說這個 把你女人撞成這樣子 你還跟他道謝 那兩個就在那邊吵架 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 那當然 我一定要感謝那個人 他撞 撞人難免 能把你上去醫院急救 這也不 而且其實說實在 也不見得是他的錯 因為我是從這個車頭前面 衝過去的 對 所以我還說我的兩次 命運都是被陌生人救的 不過被救三次 第一個你命大 第二個這個要請客 不然不容易過 對 要請你嗎 請大家 價值有份 對 好 通告費拿出來請客 講這麼多 黃醫師最後有沒有什麼感受 就是大家的分享可以讓幫助更多人 所以如果我們有受到任何的磨難 或者是誤解的話 都是一種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